西施排汗 义菌除臭 銀離子系列 惡名昭彰 打造最強大機能膚飾 講一下喔 昨天我又看到一個留言喔 那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又有這種留言喔 說 昨天 講到 郭先生 然後 他下面說什麼 說什麼 我都放給你們留言啦 因為我不是勾二啦 我跟你講 我都放給你們留言啦 我這個留言大家在下面可以去看 他又說什麼 你知道我聊天都是很 隨性的 我聊天都是很隨性的 比如說我想聊就聊 我不想聊 我今天就不想聊 我想要罵誰 我想要罵誰 我不爽我就罵 那我不爽罵了 我今天就不想罵 所以有時候很多人會說 館長你要罵 罵勾蛋嗎 罵勾蛋嗎 我說不要再罵他了 我好懶喔 大家好像 被我他媽的 反正他也不回我嘛 但是 有一個人說 館長 意思就是說 喔 什麼 留言書實在太大 太可怕了 你看這樣多好 對不對 阿你叫勾二開啊 也不會開嘛 對不對 我看那個句話我覺得 很奇怪阿 對 我裡面有ban掉一個人 我邊到兩個人 因為有一個人他在裡面 留了20次眼 然後同樣一句話 我就說 同樣一句話齁 你給我一直留一直洗喔 我一定把你邊掉 像這個 然後一大堆很奇怪的 有一個留言是說什麼 館長答應不說勾二 又說勾二 我什麼時候說不說勾二 因為留言太多 我找不到那個 因為留言太多了 大家都在下面吵架 然後還有一個人 他們都在刷阿 反正你看這裡面很多勾粉進來在那邊吵啦 我是覺得蠻有趣的啦 有一個人就是說 有一個人就是說 我找不到了 我懶得找 因為太多留言了 太多這種奇怪的留言 有一個人說 我昨天記得 依我記得了啦 依我記得了 我來跟大家聊 有一個說 館長答應不說勾二 現在又說 意思就是說我不守信用啦 我答應 我在直播說不再講勾二 我什麼時候跟你講不再講勾二 我記得我明明是說 我記得我明明是說 我要照三餐廳去念他 我什麼時候跟你講說 我不念他了 我是 每一天晚上 就像剛剛也有 館長你要不要罵勾二 你要罵勾二 我說勾二不是我爸 我說勾二我想念他就念他 我不想念他我就懶得念他 反正他最近都不回我 我是這樣 我什麼時候跟你講 對不對 是不是 我什麼時候跟你講 我保證不再說他 幹你娘勒 我是想到了 是不是 想到了我就精神病發作 我就念一下 想到了我就精神病發作 我就念一下 我照三餐嘴他 不行嗎 對啊我沒有這樣說 然後再來有 我就發現 有一個被我刪了 他也是在四處去刷 他說館長真厲害 我不知道 臭你媽的 你他媽的 這個我就很賭男 我就把你刪了 我就把你變掉 他意思就是說 館長的三重店 叫人投資幾個月 你看喔 我已經做第一個 第一個 我三重館做了七年 謝謝董內謝謝 兩桿袖套 應該是不會出 我們會出衣服外套而已 對 他說 他說 館長 三重館 花了幾個月時間 然後就 故意 放給他倒 然後再用很低廉的價錢 去把三重館吃回來 像這樣卑鄙 意思就是說卑鄙無恥 用這種方式 併吞人家企業 我幹你娘 你他媽的 超會腦補的餒 我他媽做了七年餒 怎麼做幾個月 然後 我會故意放給他 倒 我他媽的故意放給他倒 這有什麼好處 然後再去接 我換給他倒 再去接他 所以我說 我在跟三重的朋友講 我在跟三重館的朋友講 今天又來了 你看一來 我就要花錢 你們那個浴室我又要改 那個天花板我又要重做 我又要花錢 然後 那外面 裡面 東座西座 你到時候三重的朋友 三重館的人 你就會知道 花一大堆錢 做了一大堆東西 三重館的朋友 你到時候慢慢斷等 因為需要兩三個月的時間 慢慢換這些設備 然後今年的十月 又要來一批全新的器材 又要擠進去 裝潢要花一大堆錢 今天又來 又來給我 又來給我 又來給我這個 好不好 你不能一直講連千億嗎 就 他裡面留言還是有講連千億 我就要講連千億好像你們爸爸 嘴不過館長怎麼辦 嘴不過館長把你爸搬出來 把勾蛋的粉絲現在都認賊做父啊 是不是 把連千億搬出來 把連千億搬出來 你們最恨的人 搬出來 然後放在你面前 坦 是不是 任賊做父嘛 因為你很賭人連千億嘛 你都說連千億賣假貨嘛 你都說連千億賣FD 是騙錢嘛 你們這些人嘛 然後要來對抗館長的時候 就在我留言區就說 幹你娘咧 阿就連千億 他就挺連千億 連千億就你爸 連千億就你爸 反正你罵不過我 你就說 連千億阿你就挺連千億 連千億就你爸 你就把你爸拿出來談 幹你娘是你爸嘛 就像現在高二 一段時間永遠都在講連千億 把連千億當他主 他當他 當他媽的 真的當他祖公在擺 教殺人給他擺 真的是這樣子阿 永遠都在講連千億 阿除了這三招之外 你們還有沒有別的招 沒有了嗎 阿沒有就 沒有就閉嘴嘛 好不好 沒有就閉嘴了吧 還有沒有東西可以講 沒有了嗎 是不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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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實就是 我其實就是 講白一點 他這個人 就是已經在我心目中 已經是個屁 就沒什麼都不是 就這麼簡單 至於說 你要相信他的人 你就去相信他 我也沒有意見 對不對 我也沒有意見 阿你就繼續 你就繼續嘛 好不好 別人直播 有多少人到底幹我什麼事阿 然後就很喜歡拿別人直播跟我比 然後說 欸 我想過去了阿 過去你還來留言 然後不然就是拿我什麼 我youtube有多少點閱 好啦 我們不要講說 阿管的點閱有一個舊的頻道是108 或是說我的IG 我的FB 好不好 不要講那些 比那很無聊阿 所以你意思就是說 你的訂閱數很高 你他媽就可以亂講話 是不是 是嗎 所以意思就是說阿管訂閱數很高 我去找一個訂閱數比我低的 我就可以看到女人就說 阿你就破把他糟糕 阿看男生就說 幹你娘糟糕 你就以後要這麼小露營 然後你到底吞 你有意見 然後我的粉絲就會去刷你 欸 臭你媽的 你訂閱才多少 你訂閱才多少 他媽閉嘴啦 幹你娘 你訂閱才多少 閉嘴啦 說你破把 臭七八 你就是破把 是不是 阿是我是破把 是 是這樣嗎 台灣 台灣 台灣卸法規定 做網紅 網路發言 需要 粉絲數多的贏 訂閱數多的贏 是這樣 不然就是整天在那邊 我的頻道刷 廖老大 欸我今天不是對廖老大有意見 我今天不是對廖老大有意見 每一個人都可以出來開直播 那廖老大 他開直播 跟我阿管開直播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一直拿廖老大 來跟阿管來比較 我第一我就跟他 我就跟人家沒辦法比 人家的財力 罵了 對不對 阿管就沒什麼錢的人吧 人家的年紀 也贏過我 對不對 至於說人家講的主題 這個是粉絲取向 你喜歡聽去聽 為什麼又要講廖老大 跟我 要做一個比較 對不對 是不是 是不是這樣 那到底要比什麼 我們就跟人家就沒有比 我們也不是說 阿沒有比就沒有比嗎 阿難道沒有比 我們不能罵你的教主 或者說不能罵 不能討論事情 阿這樣大家都沒有言語權的嘛 對不對 誰比較紅 誰正當紅 我們都是持一個正面的態度去看待 誰說話 誰紅 他都很好阿 他都很好阿 對不對 我覺得廖老大很好阿 很多人都很好阿 大家都很好阿 阿你拿這邊來引戰 他說 阿什麼 那你就去看嘛 到底幹我什麼事 我們有我們做事的方式嘛 我們有我們喜歡 像廖老大我也有看到 因為新聞太多了 他也有看到他講一些 他聘請員工的事情 那館長最近 我也在 努力的為員工著想 今天小雨來報了 接近200萬的一個成本 花了一個 全新的這個 我為了員工做一個全新的這個 全新的這個200萬的一個 廚房嘛 然後也每一天供應 我們也跟一間信義區的麵包店 簽一個合約 準備要每天供應他們50份的 50份的麵包點心嘛 我有時候是麵包的時候是蛋糕 那 我不知道別人老闆怎麼做 當然廖老大我都看到新聞上面 在講說 員工要怎樣 我都看過一下下 我沒有很深的印象 那我自己也會 因為我們都當老闆的人 雖然我是一個很小的老闆 員工數也不多 真的 電商部也才50個吧 40幾個50個 那 可能 那我的健身房也差不多300個 300個 300多個啦 也不會很多啦 所以 很多事情 每一個人老闆做法本來就不太一樣 本來就不太一樣 對本來就不太一樣 那他講外勞的事情我也不懂 我也不懂 因為我沒有請過外勞 因為我 我連做東西 我連做東西 我連我自己認為啦 我連我自己認為啦 欸這不乾料了大事 我說我自己啦 我自己認為是 我自己的公司 我的品牌 是台灣品牌 我的廠商是台灣廠商 當然我們要請的人是台灣人嘛 對不對 我們請的人是台灣人嘛 所以我們的所有人員工都是台灣人嘛 包含未來我們要印證的人 我們也是台灣人嘛 因為我們是一個台灣品牌 那我只能做到我能給的吧 譬如講說 你有生小孩我就補貼 有時候不方便的事情可以講出來 當老闆可以幫的就幫 有些員工你想要跟我借錢 可以幫的我就幫 他就這樣子 好不好 對對對 所以我個人是 我個人是沒有請外勞 所以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外勞 所以我是不知道 對啊 那員工我能給他們的就是這樣 不能給的我也沒辦法給 可以給的就是 吃飯啊 點心啊 一個月 一個聚餐啊 然後飲料 隨時免費喝啊 我自己喜歡喝什麼飲料去叫 冰箱放在那裡 對對對就是這樣子 能給的就是這樣子 對啊 有法規規定一定要請外勞啊 沒有 沒有這個法規 沒有這個法規 唉 所以我不知道外勞 那如果是 外勞有問題 是不是要請我們的政府去好好的去檢討 就是 就是 因為我們政府還有去檢討就好了 就是這樣子 那我自己認為 我自己認為就是 呃 我能做的 我能替員工做的就頂多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我賺錢 我有賺錢 員工的薪資也會比較好 然後 尾牙也會吃比較好 有抽獎啊 有錢啊 各方各面 這樣子 我們沒有辦法跟人家比啦 我們沒有辦法跟他們比啦 我們沒有辦法跟他們比啦 畢竟人家那個企業 人家企業 別人的企業都做得非常非常大 我們不知道 我也在努力 我也希望有一天 我可以 做到台灣 真的是 員工數很高 然後我也可以做一個好老闆 未來希望 但是 做生意現在真的是比較辛苦 以現在疫情來了 所以我們健身房產業是非常不健康的 所以最近其實大家都在撐而已